But we love butter 好想吃餅乾喔 在網路上看到說這邊有好吃的餅乾 想說來晃晃 在住的家裡面附近 很近所以想說來這邊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 不知道大門在哪欸 這邊有一個假的門 我想要來吃餅乾 這邊 我們終於要進去了 進去裡面 神秘的入口 要坐哪裡啊 去炸個餅乾吃 這裡有一隻貓欸 好可愛喔 媽咪好可愛喔 這裡有一隻小媽咪 好可愛喔 這邊還有別的座位 這裡有一隻貓欸 好可愛喔 喵 那每一種口味就是一盒 所以一盒就是單一盒 對沒錯 那想用完再拿來的話 我幫你拿回去 好 謝謝 每一種口味就是一盒 那你要什麼口味 我只是要試吃而已 蛤 會不會睡不著 東方沒了 那這是什麼 看起來就很好吃 他說今天試吃的是什麼口味 巧克力夾心 吃吃看 這次吃的是巧克力夾心 可愛嗎 吃吃看 這裡的餅乾真的好好吃喔 巧克力夾心 它是冰冰的 應該是從冰箱拿出來吧 這麼厚的筆 它巧克力有點像生巧克力那種綿密軟軟的巧克力 巧克力 然後餅乾鬆鬆軟軟的 很好吃耶 它太多口味我不知道它買什麼口味 餐盤回收素 所以就是這三種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比較可愛欸 所以你喜歡這個 那這個粉紅色的吧 我們今天吃的是這三個盒子 可是我們想要買的是蜂蜜海鹽 感覺蜂蜜海鹽應該也蠻酷的 提袋的小卡 冰在這上面 你們自己吃的話 就 蜂蜜好了 來玩冰乾要走囉 蜂蜜海鹽 貓咪掰 掰掰 所以它出口跟入口是不同的 我們要騎腳踏車回家了 外面有一個花園 還有神秘的門 我只能說 這邊的設計師設計得非常酷 裝潢很特別 好啦 吃完餅乾回家囉 看一下 看一下 還有一隻牛肉 剛才有個黑鮮的 黑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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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好看 可是很難拆 被我撕爛了 這盒子有點重看不重用 蠻不好拆的 也有可能是我記錯問題啦 他被我拆好醜 OK 我們的是這個 生乳酪蜂蜜海鹽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現場試吃的是這個 Mix You 就是一個碟 好啦 裡面就長這樣 因為我們買的是六顆妝 沒有太多 因為你知道 甜食也不要吃太多 我們就是吃個心情好的 然後你看他每一片就是用一個 這個袋子妝 這很酷耶 上面這個亮亮粉色是什麼 試試看就知道了 好啦 我們要來試試看看 哈囉 不要嚇到我現在是要準備睡覺了 所以感覺有點酷 所以這是我的小野 我肚子太餓了 我現在拆一個 餅乾來試試看 我剛剛跟你們說 這上面有一點粉粉的 不知道拍得出來嗎 是有點粉粉亮亮的 不知道是什麼 你看 看到我的手嗎 它就是有點像亮粉的東西 摸在上面 我先吃吃看 還有沒有包東西 好像沒有包東西 因為我覺得巧克力有包那個巧克力麵線 因為我老公說巧克力很破頭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巧克力蠻好吃的 他們的餅乾特別的地方是 它雖然說是餅乾 可是感覺吃起來都不像餅乾 因為它是有點像蛋糕的口感 但是它是鬆軟 像這樣鬆軟鬆軟 餅乾應該是要脆脆的 可是他們就是走鬆軟的東西 這是他們的特色打在下 因為我們吃巧克力口味的時候也是鬆軟鬆軟 可是我吃第二口我覺得 乳酪的味道才比較突然 不會讓你覺得第一口它就是一個 起司蛋糕的感覺 第二口感覺就是蠻起司的 所以我覺得它蠻像起司蛋糕 不太像起司餅乾耶 因為它不是卡式卡式那種 然後它是軟軟的蛋糕的感覺 好像我吃不出海鹽耶 有了 一點點鹹鹹的 所以上面這個紅色的會不會是海鹽啊 好好吃喔 我覺得我中他們的餅乾的糟了 就是特別喜歡吃這種鬆軟的餅乾 我就剛好喜歡這種口感 我老公就覺得還好 因為我好難貝喔 好好吃喔 我要去拿我的皮 米糖豆漿 我為了確認 它上面這個是不是海鹽 我決定再吃一天 給自己一個很合理的藉口 想吃就吃了 我看一下它的說明 這個味道 獨特烘焙當式 將餅乾烤出柔軟的口感 沒錯 這跟我吃起來的感覺是一樣的 這款甜點使用略帶鹹度的乳酪 加入台灣蜂蜜 咬一口 來個美式大福爆 所以它有加入台灣的蜜 但我蜂蜜味道吃不太出來 有一點鹹鹹的 所以它是一款帶有鹹度的乳酪 可是它的Sea Salt 就是它的海鹽 加在哪兒其實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我決定再吃一片 這麼晚吃這個會不會太熱量高了呢 人會胖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我老公跟我說的 它上面紅紅這個 我決定三一點來吃吃看 不會鹹耶 所以鹹不是來自於它耶 你看就是乳酪本身的鹹度吧 吃到乾燥地它的熟 好好吃喔 好像是鬆軟的餅乾耶 真的好吃耶 我覺得我還沒想要再去買 買一個口味吃 下次想要買一個濃厚奶油 或者是它的柴薰桂魚的感覺也不錯 巧克力也很好吃其實 金鑽鳳梨我就比較沒有太大興趣 因為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吃鳳梨 所以你沒有發現 我幾乎沒有開箱多鳳梨酥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吃鳳梨酥 沒有什麼眉毛 不然我下次這片就要休息一下 不然我會不小心把六點都吃完了 給我的烏湯都搶了 吃完要睡覺了 掰掰 開心 爽快 想吃嗎 快去買 拜拜